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專攻憲委級和督察級警務人員使用的警官會所 他們的神秘面紗終於被媒體揭開了 因為這東西的圖織最近流了出來 被人發現原來裡面是窮車極似的 到底這東西的造價是多少呢? 原新的警官會所因為受到沙中線的工程影響 就需要在2015年時暫時拆卸 由港鐵在原址負責重建 根據運輸及房屋局的最新文件顯示 2012年時估算工程費是2.6億元 最新已經超支到6.5億元 而重建計劃仍然進行當中 預計明年就會落成 在警官會所暫時關閉期間 整班大Sir移私到專門服務那班 嬸仔的太子警察體育遊樂會 去年蘋果揭發 原來政府額外花費2.97億元 去翻新和確建遊樂會 並且添置了一些家具和電器 全部都是由沙中線的工程費賣單 使得那班大Sir可以無逢交接地享用匯所設施 錢就花了這麼多 到底這座新的警官會所裡起了什麼東西 做價要約6.5億元 而且還未建好 原來在匯所一樓 有三間獨立哥爾夫球模擬室 以及一個室內練習場 其他設施包括室內體育館 健身室 遊戲機室 桌球室 麻雀房 在一樓的位置 室外又怎樣 標準的游泳池水深去到3.8米 小心鬼懵腳 冥冥中自有天報 那些曾經干犯過惡行暴行的警察 自己小心 這個游泳池的高度 剛剛線高過洪瑞口的建築物 而且向海那一邊 就是無邊際泳池 即是一望過去就已經是維廣 可能是下方的玻璃 反正這些是六星級酒店的設施 現在就由你們這些警官 這些大警官來使用 好了 除了說這個泳池是賣點以外 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個兒童的稀水池 即是說你們這些子女可以享用一份 否則做一個兒童的稀水池 很棒吧 好了 還有一個按摩浴池 而且連接到燒烤場和慈叛酒吧 真是難為了那些住在劏房的香港人 公屋也申請不到 租金又不是便宜 住的地方就夠了屈質 派津貼的時候 永遠就變成N無人士 受惠不到 原來那些錢就落去這些警察那裡 殘民致肥 走去享受這麼多設施 只要蓋上匯所也有六億五千萬 除了這些設施之外還有什麼呢 二樓就是餐飲區域 天台就是一個室外的網球場和另一個大型燒烤場 難怪有些人吃到蜜都穿不下 跑也跑不動 原有的室外的草地滾球場 就會移私到地下層的室內位置 旁邊還有一個壁球室 那些人就可以一邊探冷氣一邊打壁球 這些東西完全是四個字可以形容 叫做嬌車淫逆 你們這些警察憑什麼可以享用這些設施 你是拿著香港人的錢 來蓋一個屬於你們自己使用的會所 但是你們反過來把槍頭指向香港的人民 請問是否說得過去呢 你對香港人好好的 這樣就無可厚非 做些東西出來慰勞一下你們 那些傢伙不是 當正那些青年是殺父仇人一樣 回到家你自己都一樣是打老婆打子女 弄什麼東西 兒童遊泳池而已 有鬼用嗎 原來市民平時納了這麼多稅 就是被這些傢伙享樂之用 這樣還未夠 你這班警察那份工資 已經比起私人市場高出一大截 以你這班傢伙的智力 以你這班傢伙的能力 出到私人市場 可以找到一份工 是有這樣的人工的 而且不僅是說那份工資 還有住屋津貼 有住房津貼還不夠 還要有一個這麼豪華的會所 嘩 你們真是多重享受 而且只是你這班警察 憲委級和督察級 又整個警官會所 散仔在太子裡又整個會所 早前已經翻身和確建過了 又買了很多的設備 只是買傢伙 一炮過都買了一百六十幾萬 你說是否離譜 香港是否多錢 可以讓你這樣去拼 到底他們添置了什麼呢 五部跑步機 就十九萬四千元 三部六十五吋的電視 就十三萬八千元 四部泳褲脫水機 就六萬元 加起來就一百六十九萬 這班傢伙 洗腳不抹腳的錢 全部都是納稅人 你都不是那麼賤 這樣去用 折舵當然會 這班傢伙 很離譜 至於其他紀律部隊 這麼多個加起來 都只有一個銅鑼灣的掃乾布 康樂會會所 實情這些會所不會所 我自己認為 應該全部廢除了它 不要浪費公帑 用什麼會所 在你入職的時候 那份工資已經包了所有東西 更何況你做警察 又有住屋津貼 如果你不拿住屋津貼的話 就可以入住宿舍 基本上那個租金是極便的 你還想怎樣 你已經有好處就拿到盡了 還要加個會所給你 紅車極似 豪華裝修 收檔吧 這些是殖民地時代遺留下來的 樓閘應該是廢除了它 我想絕大部分香港人都會同意 說得你黃絲藍絲 這些事情 我們香港市民打工 會有這麼豪裝的會所 而且不用交管理費 不用在你那裡扣 不跟別人的私人樓宇的會所 要付錢 這些傻傻 你憑什麼 憑你只懂得對著本地人 又窮空極惡 對著上方就像哈巴九 那樣殺熟狗頭 這些會所 要不就廢除它 要不就開放給全世界使用 不要只有你們這些人可以用 這些完全是不公道的事情 接著就說一下國歌法 根據有些消息所說 特區政府是希望國歌法可以速戰速決 日內就會正式和內會主席李慧琼初商 將國歌法的法案提上大會恢復二黨 並且隨即向立法會秘書處作出預告 最快就會在今個月27日大會上恢復二毒 國歌法來勢洶洶 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也不敢怠慢 佳欣在立法會當中 有12名建制派議員 分別擁有人大和政協的頭銜 故此他們應該要上北京開會才是 但是他們部分人已經決定了 索性今年就不去 起碼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和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 應該就會留在香港 而其餘大部分的建制派議員都會請假 除了身兼人大代表團團長的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馬逢國 因為他需要負責會見傳媒等職務 他會如其上京 因為他們擔心民主派會偷襲 民主派只有二十多人 如果你這班建制派四十多人 減了十二人上北京開兩會 還有三十多人 若然是全部坐定在立法會上 根本上還在安全系數之內 如果你這班人是真心愛國的 真心相信國歌法背後的精神 你很應該坐定在那裡 又怕脫掉 又怕突發事件突發情況 所以寧願請假不去 根本上你這班人的核心價值 就是唯北京是從 說這麼多 說得好像大仁大義一樣 嘴裡邊叫愛國 實請你這個國歌法 不如介紹作詞的田漢 到底他的生平是怎樣 作曲的聶爾 好在他死得早 在四九年之前就死了 如果不是 相信他下場也相當坎坷 你看一下田漢 他幫你這個義勇軍進行曲作詞 只不過他在文革當時被人批鬥致死 直至死後 他的兒子連骨灰都不敢拿 因為當時的軍方宣布 說田漢之死是罪大惡極 真可憐 這些算是甚麼 這些是歷史的一部分 這麼喜歡說國歌 這麼喜歡說愛國 拿出來說這些東西 你是不會提的 甚至乎這首歌的背景是怎樣 你都不會提的 一味就叫別人 不要故意侮辱和貶選國歌 含意極為兇犯 根本上這些法律 就是用來對付異己來用的 正等於這個限罪惡法也是一樣 你真是為了防控工作而做的嗎 根本上你就要打壓那些市民 使得那些市民沒辦法聚埋 搞抗爭搞反抗 所以就每次都搬出這個限罪惡法出來 動輯就屈人兩千元 你以為你真是為了防控嗎 根本上這些法例 立得越少就越好 你每立多一條法例 到最後解釋權和控訴權 就在你手上 你說這個人乾犯了就乾犯了 到其時那些市民就很煩了 你不喜歡誰的眼中釘 你可以告他 說他貶選國歌也可以 說他侮辱國歌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那樣也可以 立這麼多這些法例做甚麼 愛國是法治內心的 這些叫做以力服人 不是以德服人 那些人民是不會心悅成福的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